遠景快步走進郵局 眼前這名黑衣女子站在櫃台有些著急 這時再晚一步 恐怕辛苦前就要被人騙走 說帳戶被人凍結 但這根本是詐騙集團的幌子 原來在意這名24歲王姓女子 日前經由臉書印證服裝模特兒 對方聲稱只要穿著代言服飾 在網路上貼文就有酬勞可以領 接著指示她要到指定平台訂購衣服 又假借操作失敗帳戶遭凍結 要求她再會2萬塊到指定帳戶 好在手續半到一半 翻路郵局行員驚覺情況不對 報警才保住這錢 正遭受詐騙 幸好三位匯款 有禁無險 事實上社群廣告真財泛濫 若遇到類似情況 可以先確認對方是否為合法公司行號 或以各種理由要求先付款 否則真上當錢轉出去了 到時候悔也欲哭無淚 TV宣傳機械恆無俊宣相簿君嘉義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